今年碰上疫情 纽约市取消了第101届的退伍军人节游行 改为线上活动 但为了向这个重要的日子致意 由120辆机车组成的大批摩托车队 仍然在往年游行路线的第五大道上游行 场面相当壮观 尽管只有20分钟 对老兵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的大父亲在世界大战争一世 他在法国际增加了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区 在全市各个地标 包括麦迪逊花园广场 也摆放着花圈向老兵们致敬 纽约市自1919年开始 每年都举行退伍军人节游行 去年在第100年纪念日上 川普总统也参与了活动 成为首个在任内 参与纽约市退伍军人节游行的总统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奥利福 纽约报导 发型区内 互赢 发型区内 参与约企员